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培芳修女 今天是四旬期的第一个主日的星期五 福音来自于马斗福音第五章20到26节 耶稣告诉我们 除非我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 我们进不了天国 经师跟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熟悉法律 他们也有法律的遵守来评量别人好跟坏 这样的态度就缺乏了一个信仰的精神 信仰不是只是守法律 而是要有内涵 要有精神 有一个住持他管理一个寺庙 那天晚上他就在巡视这个寺庙 有人敲门 哦 是一个乞丐 那个乞丐求住持说 外面那么冷 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在你的庙堂里过夜 这个住持有一点为难 就勉强地说好吧 你就进来躲一躲 可是明天早上你很早就要走 因为很多人他们要来上乡 你不要耽误了这些乡客们 他们所要做的敬礼 乞丐说好好好 明天早上天亮以前我就会离开的 那住持就开始巡视他的庙堂 突然他闻到有焦臭的味道 他就快点找 哦 找到那个寺庙的当中那个乞丐 他在烧一堆火 他说 你怎么把我的菩萨烧了 那个乞丐非常的紧张 发抖说 我在用这些木头来取火 实在太冷了 住持很气说 它不是木头 它是我的菩萨 那这个 又看到这个乞丐在灰土中翻来翻去 住持说 你在找什么 他说 乞丐说 我在找这个菩萨的骨头还给你 这个故事 在给我们提醒 这个住持一定是一个好人 他在宗教的实行上 非常的认真守法 但是他忽略掉 他周边的人 他忽略掉那些需要人的 在他眼前 所以 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也特别 对我们宗教人 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我们是不是 有时候 遵守了礼仪 我们也管理得很好 我们也做得很成功 可是我们看不到 那些在贫穷中的人 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人 在边缘当中的人 他们需要我们的援助 所以四星期 其实就是一个时期 是天主给我们恩宠的时期 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生活的一个时期 所以耶稣才会说 除非你们的义德 超过经师跟法利塞人 否则绝进不了天国 天主的国 他的法律就是爱 求天主赏赐给我们每一位 能够在爱中生活 也把这份爱 分享给最没有 最缺乏的人